嗨 黄金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当中 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从6000年前 人类就抱着黄金下葬 到二战之后 全球的金融体系都跟黄金绑定 再到现在 黄金虽然已经不作为货币了 但既能投资 用得做首饰 用得做电路板 还能相牙 不管是公元前2024年 还是公元后2024年 不管这个金融市场多么复杂 大家还是一有什么风水草动 就第一时间想去买黄金 所以咱们今天就从财经的角度 从投资的角度 来一口气了解一下黄金 这期视频比较长 所以我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视频的框架 首先咱来看一下黄金的供需 什么人在生产 什么人在买 然后咱来具体分析一下 什么东西影响金价 什么东西决定金价 接着很自然的 咱们就聊一聊 最近为什么黄金长得这么猛 最后咱们再试着 从一个专业投资人的角度 来看看黄金 它作为一个资产有什么特点 还有一些关于黄金投资的 一些基本的思想 不构成投资建议 整段视频 它是一个从基本的信息 然后一点一点 深入到投资逻辑的 我当然是希望大家 能够顺着这个逻辑 咱们一起看完 不过中间要是哪块 你不感兴趣 你也可以自己跳着看 我都说两句 我再打个预防针 我可没有办法预测 这个金价是涨还是会跌 但我相信这期视频会对大家 理解黄金 理解金融世界 甚至理解人性 都会非常有帮助 看到最后 你其实就会明白 这个黄金交易的精髓了 嘿嘿 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 你看了最后就知道了 首先啊 咱们都说黄金稀有 那它到底有多稀有 整个地球上 所有已经挖出来的黄金 它加在一起 一共是21万吨 如果我们把这些 所有的黄金 铺开在一个标准的足球场上 它大概只能垒 1.5米高 却还没有我高 就完了 这就已经是全世界 所有的黄金了 它可以完全被塞在一个 22乘22乘22米的立方体力 我不知道你听完 是什么感受 反正比我想象的 要少得多得多 而且就这么点黄金 其实有三分之二 都是二战之后才挖出来 近代第一波讨金热 是从1848年的美国开始 当时是有个巨木场 它无意间在河边 发现了点黄金 然后这老板就乐疯了 赶紧就开始 没日没夜在河里找金子 虽然它非常想低调 就想自己挖金子 但这个消息是怎么摁都没摁住 几年之内 加州就迎来了超过30万人 从美国东部 从墨西哥 从智利 从德国 意大利 甚至中国跑过去掏金 因为这拨人 主要是1849年涌入的 所以一般大家就会称 这帮人叫49人 49er 紧接着也就一两年之后 澳大利亚也发现了金矿 这两大发现 就让全球的黄金产量 从每年20吨 暴涨了10倍 到每年200吨 不过这只是个开胃菜 说到黄金的开采之王 它不是美国 也不是澳大利亚 你就看这张图 这是历史上一些 主要国家的黄金开采量 由一个国家占据了核心的C位 纵观人类历史的开采量 有三分之一都来自这个国家 你猜是那个国家 就是南非 我跟你说 要是说东东是坐在油田上的话 那南非基本就是坐在矿山上 52黄金 什么钻石 国金 各蒙 等等的矿石 它的产量在全球 几乎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也帮助它成为了 非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不过这南非 虽然它是韩神经要是出生的 但也不可避免的 正在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毯 现在它的失业率 已经超过30%了 这和黄金有关系吗 我们有机会再说 从80年代之后 我们看南非的开采量就下来了 全球各国就摊开了吧 总量还是在持续上升的 现在每年全球大概总量 会开采3000吨黄金 这里头最大的呢 就包括中国 俄罗斯 澳大利亚 加拿大 美国 每年开采个两三百吨这样子 不过就远不及当年的南非了 你看啊 刚才我们聊的是历史上 各国黄金的开采量 你听着好像跟花瓣新闻似的 实际上呢 小林视频里头都藏着逻辑的 我聊的其实是黄金的供给 你别看这张图 这长得好像很厉害 但它的时间是横跨了200年 如果我们把时间 缩近到近10年20年这个维度来看 因为现在开采技术是比较成熟的 所以黄金在全球的供给 其实是非常稳定的 它也不像石油似的 OPEC给大家一天开个会 商量今天减产明天增产 中间还有很多大国博弈 但黄金不一样 它相对来说就更加的市场化 大部分公司呢 都是说只要开采出来能赚钱 我就挖 这地儿挖完了 我再换个地儿挖 好 刚刚说这是供给 那需求端呢 就是什么人买黄金 什么人需要黄金 我跟你说啊 黄金为什么能成为金属之王 天选之矿 除了它稳定啊 稀有啊 一切割这些特点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好看 它漂亮 这就说到了黄金 第一个重要的用途 珠宝 你别看咱现在整天说 投资黄金啊 买金条什么的 但实际上啊 每年用来打造首饰的黄金 还是会占到黄金供给的 降低一半 这个需求 美元就不行了吧 你总不能把美元 卷起来当成个项链 当首饰对吧 可能也不是完全不行 那大部分可能会觉得 你脑子不太好 其实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 就是因为黄金 有这个巨大的珠宝首饰的需求 让美国的央行 真的是非常的头疼 为什么呢 你想全世界的物价 都绑在黄金上 今年万一有几万个老奶奶 想多买几个金镯子 好家伙 全世界的货币量 都跟着被挤压了 这央行还一点折都没有 你要是说黄金作为首饰 哪个国家买的最多 不出所料 就是中国跟印度 这两国家加起来 大概消化了全球 每年60%的黄金珠宝的需求 当然这俩国家人确实多 不过对黄金的喜爱 真是一点都不含糊 我记得有一次 我去参加一个印度姐姐的婚礼 好家伙 那胳膊上脖子上胸前 全是金子 整得跟钢铁侠似的 估计都能防弹 别闹 但你要是按 人均黄金珠宝消费来排的话 中国和印度就不算高 那还得是 中东的沙特和阿联酋了 不过啊 中东这些土豪 就算再有钱 也比不过下一个 吞黄金的高手 那就是各国的央行 这就说到黄金的第二大需求 官方投资 在纽约曼哈顿 自由街 这个普通的大楼底下 是全球最大的金库 里边放了超过 5800吨黄金 全球总量的4% 都在这里边 就算你每天 都从里边取1万美元出来花 都够你花10万年 纽约那种400平米的 顶级豪宅 你可以买3.5万套 它在地下24米深的地方 金库四周的墙 有2到3米厚 唯一的一个大门 是一个重达82吨的旋转门 这就是美联储的金库 也就是美国央行的金库之一 不过呢 这个金库虽然坐落在纽约 也是在美联储名下的 但这里头大部分的金子 其实并不是美国的 What 这里边其实存了全球有36个 其他国家央行的黄金 那为什么各国愿意把黄金存在美国呢 其实一部分也是历史遗留原因了 70年代之前 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吗 简单来说啊 就是各国货币跟美元挂钩 美元跟黄金挂钩 你每一块美元 都需要有对应的黄金来作为位书的 其他国家央行呢 你就随时可以拿着美元 到美国去 以固定的价格换黄金 而因为金子那么沉 运起来有威胁 所以一般呢 各国家央行 就会在纽约联储金库那开个账户 就是说啊 你在你那金库里边 你就花块地儿 我的金子就先放你这儿 每个国家呢 都有一个自己的小屋子 这样之后谁跟谁换 只是说从这个屋挪到那个屋 或者从小屋挪到大屋就行 虽然啊 后来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它没了 但是各国家央行 就还是把金子放在美联储那 全球各国家央行的外汇储备里吧 大概有六分之一是黄金 只不过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统计 它把黄金给踢出去了 而每个国家 它买多少黄金 就跟我们个人一样 可以说是风格迥异 你就比如说日本和中国 虽然你从绝对值上来看 这黄金储量非常多 但实际上 因为他们外汇储备就很多 你要看黄金的比例 其实还不到5% 并不说他们多重视黄金 但你要再看 全球黄金最多的几个国家 美国有8000多吨 德国3350吨 再往下 意大利 法国2400多吨 他们的黄金 都占到了本国外汇储备的 将近70% 你说美国吧 还好理解 因为别的国家 外汇储备可能主要是美元 那美国它又不需要 对吧 那就多买点黄金 他说欧洲这几个老哥 经济最近也不太景气 居然还这么喜欢囤黄金 何为囤 放而不用 以为囤 这些欧洲国家 最近半个世纪 黄金储备 基本是完全放在那不用的 其实也就是中国 随着这几年外汇储备的 急速增加 顺带手买一买黄金 不过22年之后 事情就发生变化了 全球的通货膨胀风险起来了 美元也不那么可靠了 各个央行们就开始 纷纷买黄金 22年和23年 都历史性的购买了 超过1000吨黄金 每年产出的黄金 大概有四分之一 都是被各大央行买走 而且这些国家里头 这个土耳其很有意思 人家都是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买或者卖 土耳其不一样 这个央行就跟抽风一样 又成了最大的央行买家 这个原因有点复杂 有机会再解释 官方它投资量虽然大 但你要是说热闹 还得去看私人投资这边 咱们私人投资黄金 要么就买实体黄金 要么就是买金融产品 就是虚拟黄金 大概是这两块 实体黄金主要形式 就是金条跟金币 你看很多什么大哥呀 带牢啊 就非常喜欢买金条 谁谁家保险柜里 都塞满了金条 各大机构啊 银行啊 都会推出自己那种标准化的金条 最近就连Costco 就美国的一个批发超市 都开始卖金条 而且卖的还特别好 央行买那种就比较大了 一块大概是400盎司 就12.4公斤 那应该可以叫金砖了 就这么一块砖 按现在的金价 大概就是100万美元 要么说黄金 它的价值密度高呢 就那种几万块钱的金条 你揣兜里 随便溜的都没事 就算你有1.5亿美元的身价 你把它全换成黄金 你甚至都可以把它 塞在一个大号的行李箱里 就拖运着满世界费了 我只是想说它的体积小 但你肯定是没有办法拖运的 因为这个箱子会有两吨重 这就相当于 你拉着一辆小米苏7 就算这个飞机可以 行李箱可以 但估计你不行 你的臂力不行 这实体黄金 如果纯粹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它的交易成本其实不低 你想啊 咱平时要是投资股票基金什么 1%的手续费就已经很高了 而对于这种实体黄金呢 你就去市场上看看 你同一天能以什么价钱买进来 再以什么价钱卖出去 这里边的差 基本上就是你的交易成本 一般乱七八糟算下来 怎么着也得3% 要是你去那种 商场什么地方买卖的话 很容易就超过10%了 再有呢 就是它的储存成本 运输成本也都会高一些 这个倒不是说你拿不动了 或者说在家里没地儿放 它主要是因为容易被偷或者被抢 你要是想让它不被偷不被抢 你可能就需要做很多额外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需要花额外的成本 来保障你的投资安全 不过反过来呢 你买这个实体黄金 它的好处也非常明显 就是你心里踏实 对吧 你心里满足 你买股票买的可能是心慌 是紧张 但你买个实体黄金握在手里 那就是舒服 其实我本来天真的以为 现在想投资黄金 买实体黄金的人 可能没那么多了 可能更多人是去买一些 黄金期货啊 这种虚拟黄金 不过其实是我沟楼寡温了 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 现在每年黄金的净投资里边 有超过三分之二 都是实体的物理金子 看来我还是低估了 大家对实体黄金的喜爱 好那咱再来看 投资虚拟黄金这边 就是投资和黄金挂钩的 一些金融产品 其实这相当于什么 就是说黄金 我就放在金库里不动 但是呢 它有一个拥有权 大家就在线上交易 这个拥有权 不用把实体的黄金挪来挪去了 交易成本就降低了 三分之二说 这个虚拟黄金 它每年的净投资量 是没有实体黄金大 不过啊 它的交易量巨大 甚至比美国国债 这个全球利率的基准产品 交易量还要大 就有很多人 每天24小时 就在这个市场里买买买买 它的形式啊 大概有这么三种 咱来概览一下 全球黄金市场 一个呢 是柜台交易 就是OTC 一个是期货 还有一个就是黄金的ETI 这个柜台 OTC哈 你别看你听说的不多 但它的交易量 其实是最大 差不多占到了一半 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 一个黄金的批发市场 都是一些非常大手笔的 黄金供应商啊 开发商之间的 大单交易 而这些交易呢 基本上都集中在 一个市场完成 它不是在美国 而是在伦敦的LBMA 所以也可以说伦敦 是全球黄金的交易中心 其实你看股票啊 一个国家里边 可能有好几个交易所 它非常分散 但黄金不一样 全球也就那么几个 交易集中地 因为黄金交易 它确实涉及到 实体黄金的运输和储存 你要都在一个地方完成 成本就会低很多 所以它天然就会形成 一个更集中的交易市场 你就比如说 LBMA它交易的黄金 都存在伦敦 它一些它认证的金库里 而这些黄金加在一起 超过了1万吨 就比美联储 那存的黄金都要多 你要是一天取1万美元 能够你取20万年 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柜台交易 其实跟我们普通人 没什么关系 咱能看得见摸得着的 其实剩下这两个 黄金期货和黄金ETF 它俩的区别呢 非常不严谨的一句话概括 期货它的交易成本更低 但是需要的专业性更高 ETF呢 交易成本稍微高一点 主打一个省心 就给你买卖股票一样 这两个市场里边 大头还是期货 ETF呢 虽然最近这几年 有了不少的增长 但其实也还是期货的零头 而全球黄金的期货交易 基本上就被这么 两个交易所给抱怨了 一个是纽约的TOMAX 另一个就是上海期货交易所 然而加起来 占到了黄金期货交易的97% 所以啊 咱总结一下 现在全球三大黄金交易中心 伦敦 纽约 上海 整个私人投资这部分 实体和虚拟加起来 大概占到了黄金需求的五分之一 除了珠宝需求和投资 这个黄金剩下15%的用途 其实就比较分散了 这里头最主要的是 电子器件和工业用品 你想啊 它又是高颜展性 又是高导电性 又是抗强酸 抗强碱 抗腐蚀等等的特性 非常难得 即使它那么老贵 还有一些电器 不得不用它 再有呢 就是牙壳 你看很多人 像那个大金牙 甚至很多 你要去一些那种 印度餐厅 它会在一些菜上 给你撒上那种 特别特别细的筋缝 要没骗人的话 那个真的就是纯金的 它也是能吃的 只不过呢 它是怎么进去 就怎么出来的 就是了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将近一半的珠宝需求 官方投资 私人投资 还有其他 这个就是全球黄金的 一个需求突破 好 那接下来 咱们就来尝试剖析一下 什么影响金价 我要分析金价 我该从哪入手 因为其实它 不产生什么现金流 也没有什么估值可言 所以你主要分析的呢 就是供给和需求 供给这边呢 非常不严谨的总结 咱刚不也说了吗 就是非常稳定 别忽略 需求这边呢 珠宝 投资和其他 其他呢 一是不多 二是历史上 它也非常的稳定 所以也可以忽略 那现在就剩下 珠宝和投资了 其实你仔细想想 这两个需求 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关联 它俩的这个 互相关性 非常的强 就会形成一个 非常奇妙的平衡 一般经济好的时候 大家有钱呀 对吧 信心又足 所以就倾向又会去买那种 首饰 大金表 消费 同时这个时候呢 它投资黄金的需求 可能就比较弱了 可能更多人去 买股票 买房子 创业去了 而反过来 经济萧条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就不买金首饰了 但是你需要避险啊 保值啊 是吧 投资黄金的需求 它就上来了 你看20年疫情刚来的时候 就非常明显 这个珠宝需求 就掉下来了 但投资需求 就实际涨 我记得当时主要增长点 就是黄金ETF 所以理论上 这两个需求相互抵消 它是有助于黄金价格稳定的 而实际上呢 你别看 虽然实体黄金交易量 它变化波动不大 但是金价的波动 是非常剧烈的 这个最主要的推动力 就是我们刚刚说 那对需求里头的投资需求 咱先把投资需求 再进一步拆解 我们为什么投资黄金 其实无非就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抗通胀 对吧 就抗任何货币的通胀 你看各大央行 为什么买黄金啊 是因为喜欢吗 未必吧 所有国家都那么疯狂的借债 疯狂的印钱 那我心里不踏实 怎么办呢 买点黄金吧 这个很直观 所以黄金它抗通胀的表现形式 它的金价和美元指数负相关 简单来说 就是美元涨黄金就跌 美元跌黄金就涨 再有一个需求呢 就是避险 说避险啊 其实并不是说危机来了 你快在家里囤一堆这道避险 这个险 它可以是战争 可以是危机 但其实也可能就是一种 非常模糊的担忧 就比如你要想说 咱家现在有钱了 投资点什么呢 买房子 可能有点风险 买点股票呢 这个点位也不一定合适 你就感觉好像 买这个也不行 买那个也不行 那怎么办呢 买点金条吧 对吧 长期来讲 这个金子总不会亏 这个行为 这个思想 其实就是在避险 这个需求 转换到黄金价格的表现形式呢 就是它和别的资产 应该大致是成负相关的 别的资产跌 黄金就涨 比如说看这个 是黄金和美股的价格 大致上是负相关的 其实非常的直观 可以说是印在我们的骨子里 但你有没有想过 这两个需求 黄金它真的实际上 起到了抗通账和避险的作用吗 我直接说答案 它确实起到了 但是 这有一个非常大的但是 它是在一个非常大 非常长的时间尺度下 才起到这个作用 这也是黄金价格波动 一个特别的点 就是它的周期非常长 你看从70年到现在 半个世纪 总体趋势 这个金价确实在上涨 而且基本跟住了 物价上涨的水平 不过这个中间 它的波动是相当大的 你比如说看 从1980年到2001年 黄金持续因跌了70% 跌了整整20年 20年呀 你要是不巧在80年 这个危机高潮的时候 买入了黄金 你说说你得多难受 当时跌到后期 市场上很多人都悲观地认为 这黄金可能一直 就要这么跌下去了 当然啊 我确实是挑了这里边 最持续的一段下跌的时期 但是你就看这个金价的走势 先涨了10年 跌了20年 就涨了11年 跌了4年 就涨了4年 它每次波动的这个区间 其实是周期非常长 对吧 所以如果你买黄金 是为了抵抗通胀的话 那你这个时间周期 要拉到15年以上 它才会大概率起作用 三五年内 金价跟通货膨胀的关系 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也就是说短期内 它的抗通胀属性 几乎是完全失灵的 你再比如说 看黄金跟股票的相关性 你乍一看图 确实长期内 非常明显的是此消彼长 但这是50年的时间尺度 你从中间随便拉出来个五年 就基本是一会正相关 一会负相关 是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趋势的 你想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金价 在这么长的时间尺度内 才会显示出来 它应有的属性 它应有的对冲效果 就是因为它价格波动的 噪音非常大 它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价格噪音 因为大家在投资黄金的时候 其实还有两个 隐藏款的需求 这两个需求 可以说是中短期内 左右金价的关键 这第一个隐藏款需求 就是大家对黄金的爱 Pure Love 一种难以言表的 发自内心的喜欢 注意我说的这个爱 可能不是那么准确 我就是觉得挺逗的 所以用它 不管是因为历史原因 因为社会环境 因为家庭传承 或者单纯就是因为它好看 总之大家或多或少 形成了一种 对黄金难以言表的偏好 我就喜欢把金桥放在家里放着 不赚钱我也乐意 很多英文的财经分析 会管这种对黄金特别热爱的人 叫做金甲虫 Gold Bug 不过我个人感觉 这么叫法 稍微有点误导 你可能就会感觉 热衷投资黄金的 就是这么一小撮人 我觉得大部分人心里 都或多或少 对黄金有一份爱 只是它有没有被激发出来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爱会导致金价波动的 这么厉害 就是因为它有巨大的 被激发的潜力 说白了就是有群众基础 你就说股票 有些人可能觉得 这个东西有风险 我避而远之 但黄金对吧 几乎没有人不喜欢 这个爱本身 它波动可能没那么大 但是激发态的转换 就会导致金价的波动 也正是因为普通大众 是投资黄金的主要主体 用股市的话说 就是黄金投资市场里的散户多 就导致了黄金的 第二个隐藏款的需求 投机 Speculation 很多人会希望通过买卖黄金 在短期当中获利 我跟你说 这个需求是不容小觑的 有很多人平时 他也没想着要投资黄金 金价一疯涨 他想起来了 我得抗通胀啊 我得避险啊 然后跑去买黄金 你说你care 美国通胀风险吗 你八成是吧 就是奔着投机去的 希望金价 它能持续的冲高 注意啊 我说这个投机需求 它本身没有问题 只不过呢 以散户为主的投机市场 它一般会有个 非常显著的特点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注意涨杀跌 涨的时候 我也冲进去买 跌的时候 我就抢着跑 尤其在上涨周期里 就更明显 所以你看金价 它的表现 经常就是快涨慢跌 它反映在金价上呢 就是更高的波动性 总之啊 爱和投机 这两个隐藏款的需求 都导致了金价 会有很难被预测的 价格波动 这在投资里 就叫做噪音 黄金虽然被很多人看来 是一个保值的资产 但是它在过去50年里头 年化波动率 大概是20% 就是说它平均来讲 每年要上涨 或者下跌20% 你看作为一个稳健的投资 风险比美股还要高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影响金价的因素 超长期来看 黄金可以做到地域通胀 保值的作用 它作为避险资产 也跟股票呈现出了负相关 中短期来看 黄金的价格 虽然也能呈现出来 一些避险和保值的端倪 但几乎完全被淹没在了 大家对黄金难以言表的爱 和散户高涨的投机需求当中 而导致了巨大的价格噪音 好 了解了这些基本逻辑 咱们再来看看 为什么最近黄金它穿这么猛 而且这波上涨 它比以往还要奇怪 一般黄金的上涨 都会伴随着美元的下跌 就黄金和美元此消彼涨 但这一轮见了鬼了 俩人拉着手来一起涨 你说为什么 首先最合理的一个原因 就是最近这几年 各大央行确实一直在囤黄金 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 就在持续地增持黄金 不过央行这么大的机构 它一般是不会追涨杀跌的 就算它想买 它看金价这么一直往上涨 稍微成熟一点的央行 都会再稍微等一等看 所以央行的购买 它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 为什么金价一直被拖在 一个历史的高位 但是其实没有办法解释 最近的暴涨 至于暴涨的原因 我看了很多所谓业内人士 分析的原因 其实我从它们内容的背后 读出来了一个词 就是困惑 confused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它大概有 这么一些解释 担心美国经济硬着陆 担心美元通胀 预期美国降息 对美元不信任 这全围绕美元 还有就是全球选举带来的 不确定性 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 这些解释吧 都有道理 但说服力都不强 你想啊 市场它要是担心 美国经济硬着陆 或者对美元不信任 那美元为什么会大涨 而且就我身边买黄金 最近人是真不少 我也没感觉他们里边 谁是对美国经济硬着陆 有担忧 你说是因为美联储要降息吗 那就更说不过去了 因为最近市场刚刚下调了 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 你要说担心美元通胀 或者地缘政治风险 那22年都比现在高多了 也没见那时候黄金这么涨 你要说选举 它能有那么大影响吗 总之吧 就这些解释 你非得去硬盘逻辑 也都能说得通 但就感觉马马虎虎 或许兜兜兜兜 是好像有那么点影响 但你说不出来 这里头哪个是决定性的 我感觉可能是市场 对美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 加上各大央行的持续购买 这算是对金价上涨的 一个初始的推动 但这还没完啊 就随着金价上涨 这个概念 不停地登上新闻 登上热搜 登上自媒体 包括登上小林视频 就让这个词 不停地在耳朵边上晃悠 大家可能自发的相互之间 也会越来越多地谈论黄金 整个社会 其实都在自发地 给黄金打广告 大部分人可能也 不管什么通胀 经济硬着陆 一看黄金长这么厉害 长期又能保值 那咱就买 你发现没有 这个其实就激发了 咱们刚才说的 那两个黄金的隐藏款需求 对黄金的爱和投机 新的买家的涌入 就会引发 又一轮的黄金的上涨 大家的讨论 就会再去激发爱和投机 这不就持续地 助推了黄金的暴涨吗 你看啊 这是最近四月份 全球黄金一天 排在前四名的资金流入 一周之内 就涌入了大概 十亿美元的资金 而且都来自国内 这可能也是 国内压抑了很久 大家找到一个 投资的兴奋点了 干柴烈火一点就找了 那你说黄金这个东西 我们就纯粹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它好不好 值不值呢 咱剔除掉那些 虚无缥缈的爱啊 这些东西 分析一下这个资产 黄金啊 它作为一个投资资产 它最主要的一个好处 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价格 跟其他风险资产的相关性 几乎都是负的 虽然噪音很大 但它再怎么说 也是一个避险资产 这个相关性 在投资组合里 是非常重要的 就哪怕相关性为零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能够分散风险的资产 同时你看 它交易量那么大 就流动性很好 所以它就非常适合 做一些适量的风险对冲 但是 我要说但是了 就如果我们从比例上来看 专业的投资机构 它是非常不喜欢买黄金的 据估计 投资机构里边 有超过80% 都是从来不碰黄金的 就算是碰 大多数也就是配个不到5% 来做一个资产对冲 而且他们买了 基本就在那放着 哎 奇了怪了 黄金这么好的东西 你专业投资人 为什么不买呢 黄金投资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过 就是它价格的波动性 太高了 或者你也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 投资风险太高了 我们知道金融投资 它其实就是风险跟收益的 一个权衡取舍 风险越高的资产 我就会要求 你有更高的预期收益 而黄金的波动率 你看它比美股都要高 那投资人就考虑了 长期来讲 你黄金提供的预期收益 能高过美股吗 那就很难了 所以单从资产配置 单从数理的角度来看 长期把大量的资产配置到黄金上 那不是最有解 注意啊 刚刚这句话里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长期 一个是大量 其实你要是买一点 比如说5%的黄金 去降低资产组合的风险 就是对冲掉一部分风险 它是完全OK的 甚至是很好的 但你大量投资黄金的话 反而会增大你投资组合的风险 那些重仓黄金的机构投资者 大部分都是短线操作 说白了就是他们低买高卖 在那儿搞投机 或者就是非常暂时性的配置一下 投资黄金对专业投资人来说 它还有第二个大问题 就是它太难量化了 你就看 咱们刚才分析 推动金价的短期主要因素 爱 投机 遗险 就没有一个是能靠数据说话 这个金价它合理的位置应该在哪 涨到哪儿 可能就超出合理范围 就超买了 对吧 这机构投资人他也分析不出来 唯一能做的 就是看一些非常基本的数字 这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了一部分 央行谁在买啊 哪个交易所的交易量啊 等等这种 别的可能就没啥可分析的 这些投资人 他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专业性 而且我跟你说啊 就是因为黄金它不好量化 对于这些基金经理来说 就算他个人非常喜欢投黄金 他也很难去大量配置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好解释 你想想啊 假如你是基金经理 你帮客户管钱 万一你重仓黄金亏钱了 投资人一问起来 你就只能说 哎呀 我以为大家可能会恐慌 哎呀 我以为通胀的预期 金价可能会走低 我以为 就一堆我以为 一个数蹦不出来 那不跟个傻子似的吗 你要但凡投股票债券 你多少能分析点什么出来 对吧 反过来 你要是投黄金赚钱了呢 那照样不长脸 投资人就会觉得 我花这么高的管理费 让你帮我管钱 我肯定指望你 能挑出什么明星股票 跑一大盘的 好家伙你去买黄金 那还不是我自己买了 要你干什么 所以你看 里外不是人 当然了 专业投资人不喜欢 有人喜欢 对吧 难以量化 在他们那是个缺点 放散户这 哎 可能就成优点 我买着心里踏实 很多人 他为什么不敢碰 像股票债券 或者是一些 更复杂的金融产品 就是因为他怕被机构 给玩了对吧 他把韭菜给割了 你看不懂 但人家看得懂 到黄金这没事了 大家都看不懂 至少可以保证一个公平 当一个资产 有这么多的影响因素 而其中每一个因素 都几乎不可能量化的时候 其实你就不用纠结了 关键你纠结也没用 你要是觉得 没有什么别的 更好的投资 就买点黄金 你要有更好的标的 就买点黄金去买 这个其实就是 我觉得大部分散户来说 黄金交易的精髓 就是不用太纠结 Follow your heart 跟随你的内心 当然跟随你内心同时 我有几点要提醒大家一下 这个也是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里面 提了很多次的 一 金价的波动 它不比股票小 你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二 黄金的周期非常的长 你买它如果是为了保值 那得占在十年以上的尺度 才能实现 但在这十年当中 它有可能会翻倍 也有可能腰斩 三 实体黄金 它交易成本比较高 一般5%到20% 所以你买的时候 就要心里有数 四 不建议买太多 你别把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 五 算半个建议 就别太相信那些技术分析 你看我们今天聊了 黄金的供需 黄金的供给现在非常稳定 曾经的王者是南非 需求主要有珠宝 官方投资 私人投资和其他 金价短期内有巨大的噪音 是因为爱和投机 最近黄金为什么萌萌涨 以及专业机构 为什么不爱买黄金 好 这些就是关于黄金 关于黄金投资 我想聊的一些东西 最后我得稍微夸一夸这个网站 叫做世界黄金协会 这不是广告 我真的觉得这个网站的数据 非常的好 也非常全 而且不光是在网站上能看 你甚至可以把它下到Excel里头 然后自己再去进行处理 这期视频里讲到的 很多的想法和观点 都是在这里边挖数据 周照照的 我顺便吐个槽 很多那种财经数据网站都巨贵 我有时候又想查吧 但是又很贵就又很尴尬 但是黄金协会免费的 点个赞 我也顺便呼吁一下 各大数据平台 要是想跟小林提供数据支持 或者合作 欢迎联系我